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這個小遊戲 威力在哪裡 在好萊塢 它是改編那個同名繪本 威力在哪裡 在好萊塢這個繪本 那是1993年初 這個繪本是1993年初的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系列的童書 就是威力在哪裡的童書 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繪本 那最早的一本是1987年初版的 威力在哪裡 然後之後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類型啊 像是什麼有跑到歷史故事裡面的 有跑來跑去夢幻世界 夢幻之旅的 或是像這個在好萊塢裡 那它故事就是威力在好萊塢的片場找來走去 那裡面到處都是人 人多到 多到找不到威力 小時候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也有看過這個繪本 那叫我找出威力在哪裡 啊 抱歉 都找不到啊 威力 你怎麼這麼會躲 你到底躲在哪裡 讓我們來好好瞧瞧 3 2 1 開始了 威力 我們開始找你了 那我試玩了前面兩關了 那它除了找威力 還可以找威力的朋友 溫達是不是 它叫溫達 或是它的狗 它的狗叫沃夫 這一隻 不但可以找這兩個 那你找完之後呢 它會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小東西要你找 譬如說哪個片場的哪個人 叫你把它找出來 不只這樣 還可以找這一個 這個叫做什麽 白鬍子巫師 它叫梅林嗎 不曉得 反正就是找它 也可以找它 很多可以找 它甚至還會出現一個 我們跳到先跳回來 它甚至還會出現這一個 這一個人 它說你到達30顆星星之後 就可以開啟這一個 這一個人叫做 叫奧德是不是 威力的主要敵人 我不曉得爲什麽威力會有毒人 威力會有敵人 我也不曉得 而且 故事書裡面 還有跟威力 賞得很像的人 他們叫做威力的追隨者 來混淆你的視聽 讓你找不到威力 唉呦 這實在太邪惡了 給小朋友看的童話繪本 竟然這麽邪惡 一開始他就是 威力會出來碎碎唸 他說這裏有很多 牛仔和牛仔女 好不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玩 CAMERA CAMERA SEARCH 開始了 我們就要在這 茫茫人海中 我可以稍微播一下給大家看 茫茫人海中 喔喔喔 他們還會動欸 我好像找到威力了欸 真的還假的 這是威力嗎 這兩個 欸欸欸 威力和溫達欸 我都找到了欸 有點快 我只是稍微播一下 欸 這就是溫達 旁邊這一個 就是威力 我有點快就找到了欸 欸 不過沒關係 找到不打緊 他還要叫你找旁邊的東西 找到威力有什麽用 還要叫你找旁邊的東西 找到威力只是一開始而已 我只是想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只想不到四處播播 一不小心就晃到了 啊 像這個你看 他們有這個旁邊有這個東西 我們想說 我們可以找一下這個 欸 找到了 還可以找這個椅子 還有人躲在這後面 欸 躲在後面的也找到了 是 unbelievable 哦 unbelievable 我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欸 平常我都找不到的啊 今天就隨便播兩下 你們就出現了 欸 有點神奇喔 其他人呢 其他人你們也可以這樣子 隨便我播兩下 就出現嗎 總之呢 我們就是在這邊找什麽 威力在哪裏 到最後根本就不是找威力在哪裏 就是找不知道誰在哪裏 威力已經不夠看了有沒有 威力已經沒有威力了 所以就在找不知道誰在哪裏 你們在哪裏 椅子在哪裏 現在我們在找椅子在哪裏 那這個剛剛呢 如果你找不到的時候 找不到這邊有一些骨頭有沒有 就可以提示你 欸 我找到一個 泳裝 泳裝女 當你找不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下這一個骨頭 他就會提示你說 他們在這裏喔 奇怪 片場為什麽會有這麽多人 這樣竟然能拍片 你們在騙小孩喔 給小孩看的書 騙小孩是不是 騙我不知道電影拍攝場景 最好有這麽多人 他們 他們人真的很多欸 都在這邊亂路 牛仔 牛仔的生活很忙碌欸 我覺得 有沒有發現 他們到處跑來跑去 欸 我有認真在找人嗎 好像沒有欸 我都在這邊看 看著他們 喔 對了 他不但可以直接找到人 你可以直接點他就可以了 或是你用兩隻手指頭 可以把圖放大 我剛才找到威力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招 把圖放大縮小這招 欸 這樣大家會玩喔 會不會玩不是重點 找不找得到人才是重點 會玩有什麽用 找不到人一樣會卡在這 我們來努力找一下 要正式開始找啦 剛剛蕭兒 不是阿 剛才講了那麽多廢話 可以正式開始 可以開始了 欸 剩兩個喔 剩三個人我們就找完了 在我們 欸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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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他們在搬輪胎 你們為什麽要搬輪胎 搬輪胎這裡有沒有看到 找到囉 剩最後兩個 想不到椅子才是最難找的 有沒有 我看到椅子了 在告示牌後面 想不到椅子這麽多 這麽神秘 還有嗎 最後一個 這個人坐著 應該是坐在屋簷上吧 以這個角度來窺視 他應該是坐在屋簷看板上面 我們來找看看 不太可能坐在上面吧 上面應該沒有什麽角度給你坐吧 再來看一下喔 啊 找不到啦 放棄了啦 我們用一下骨頭啦 他就會說 欸 你要選擇哪一個 我只剩最後一個啦 我們就點他 他就會提示你 喔 有沒有看到 三顆星星在他旁邊繞啊繞 史大 明星級的 把他點下去 威力就過關了 登登 過關 主要過關 他就會送你兩顆星 唉唷 因爲我們剛剛有找到這個溫達 你就可以跟溫達一起玩 溫達的 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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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回來 我要跟溫達玩 我現在沒有要找威力 溫達的很有趣 溫達的他這邊在教你說 溫達要怎麽玩 溫達呢 他就是要 咦 這裡 不好意思 要怎麽要玩溫達的 1 要找這個 這個會慢慢的消失哦 你當你沒有找到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消失 消失到不行 就打叉叉 有分1 2 3 4 4個階段 到沒有的時候他就會打叉叉 那你要在他 在這打叉叉之前 把他找出來 在這裡 看到了 登登 這個 這個 在哪裏 在這裡 在這裡 登登 還有嗎 還有嗎 拿鏟子的 拿鏟子的 有拿鏟子的人嗎 拿鏟子的人不時還要撥一下 因為他有可能躲在其他地方 啊 對不起 我沒看到了 拿鏟子的人躲在哪裏 沒希望啦 失敗了 嘟嘟嘟嘟嘟 哦 他們都灰灰的 這個拿鏟子的人阻礙了我 拿鏟子 你躲在哪裏啊 打叉叉的捏 啊 對不起啊 秋風的眼睛就 嘟嘟嘟就這麽大而已 好不好 什麽都看不見 欸 什麽都沒有 登登 失敗了 累積4個叉叉 就宣告失敗 溫達就會問你 要不要再玩一次 play again 好啦 我們再來一次啦 我們這次要認真了啦 剛剛我是故意的 哈哈哈哈哈哈 隨便講有沒有還講自己是故意的 找不到就找不到嘛 欸 我們這次是認真的咯 要認真的咯 沒有什麽找不到的這回事咯 在這裏吧 在哪裏咧 他真的有在這嗎 哦 在這在這在這 哦 找到了找到了 想玩我 在這裏 哇 絕對 絕對要過了 哦 這次絕對要過 欸 他們要躲起來是不是 又躲在角落是不是 很卑鄙哦 登登登登 這裡 找到了 哦 先點告示牌 好刺激哦 好刺激哦 過關了 過關了 欸 在這裏 想要 想要 想躲 門都沒有 秋風認真起來都不是我的對手 欸 這裏這裏這裏 耶 完美突破 他只要不要四個叉叉就會突破了啦 所以你可以最多可以三個叉叉 突破了齁 這個就是在找 溫蒂 溫蒂在哪裏 不是啊 溫蒂 溫蒂喜歡拍照 那些都是溫蒂的拍照 所以我們就要去找出溫蒂的照片 到底在哪裏 溫蒂的照片在哪裏 那光這個不夠呢 我們還有這個 這個這隻狗狗叫做 沃夫 沃夫在哪裏 沃夫的狗骨頭在哪裏 你就是要去找溫蒂的狗骨頭 欸 他就會說 欸 我的溫蒂 我要去找溫蒂的狗骨頭 要怎麽樣玩溫蒂的遊戲咧 就要去找他們的狗骨頭 累積到狗骨頭的數量 累積一個 就拿到一個狗骨頭 那你就可以有 在玩遊戲的時候有特別多的提示 所以 所以就開始找狗骨頭 欸 這裏上面有一個狗骨頭 哇 哇 哇 這個要放大一點 因為狗骨頭很小 你看狗骨頭這麽小 狗骨頭這麽小 嗚 嗚嗚嗚嗚嗚 嗚 狗骨頭 還有哪裏有藏狗骨頭 沒有 沒看到 這裏有嗎 欸 這裏有 喔 兩根 這裏有兩根狗骨頭 喔 這裏還有 喔 好多狗骨頭喔 到處都是狗骨頭 喔 要在時間之內 找到越多狗骨頭 我們就賺到越多的 越多的狗骨頭 就賺到越多的提示啊 我們繼續 這裏有 嗚嗚嗚嗚 欸 這裏沒有了 還有嗎 還有嗎 出來喔 不要躲啊 現在看到什麽都覺得 那是狗骨頭 喔 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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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嗚嗚嗚 嗚嗚嗚嗚嗚 還有還有 這裏 嗚嗚嗚嗚嗚 還有嗎 還有嗎 哇 有人撞邊衫欸 拍電影而已嘛 不緊 撞到不緊 沒有沒有 這裏沒有狗骨頭 狗骨頭會放在地板上 是不是 不會放在牆壁 放在牆壁違反物理原則 所以他們不放在牆壁 都放在地板上 是不是 想不到 想不到威力也是這麼注重物理的人喔 我才不適耶 來 找 這裡 狗骨頭 不過我幾乎找到的真的都是放在地上的耶 真的還假的啦 這麼注重喔 欸 好多相片喔 這裡還有 欸 我們時間快要到了 我們找到三根狗骨頭而已耶 湊齊三根 喔 沒時間了 我們湊齊了三根狗骨頭 就沒時間了 這樣子我們已經玩了 跟大家介紹了 威力在哪裏 溫達的照片在哪裏 和 厄夫的狗骨頭在哪裏 那現在介紹最後一個 就是這一個 白鬍子老爺爺 巫師 他會用講的 他會講的 欸 不過這個遊戲是英文的 可以順便練練英文 他就會講一些 呃 講說 呃 欸 他就講說 欸 那個拿著大聲弓的在哪裏 在這裏 我隨便翻譯的啦 然後我們就要去 依照他的描述 去找出那些東西 譬如說 這一個 描述 我也不知道什麽東西 好啦 就隨便點 欸 隨便點就成功了 哦 隨便點太神奇了 然後這一個人就說 有一個人在跑 什麽東西在跑 輪子在跑 哦 輪子在跑 被輪子撞到的人 我們就去了 就去把它找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玩啦 嗯 欸 欸 這裡有一個狗骨頭耶 能不能點一下 讓我點一下狗骨頭好不好 呵呵呵呵呵呵 他搖搖頭耶 因為我狗骨頭已經太多了 是不是 好啦 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到這邊結束了啦 不玩了啦 呵呵呵呵呵呵 Yes 那當你 這裏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七顆星星 當你抽到三十顆星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說 就可以玩這一個 欸 這一個 這個叫做 他的敵人 這個 奧德在哪裏 奧德 就是要跟奧德比賽 欸 我們來想辦法 湊出三十顆星星 然後跟奧德比賽一下 登登登登 三十顆星星了 實在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我把每一關都玩過一遍了 三 當你有 當你有三十顆星星之後呢 你就可以玩這個 奧德 奧德 不是 奧德 奧德要跟你比賽了 當你有三十顆星星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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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曉得為什麼 威力會有敵人 來跟威力的敵人 PK吧 我們隨便選一關好了 選這一關 假設我們有選這一關 他的 威力的奧德 也不是很強啦 他就 嫩嫩的 我們就找出 跟他對應的東西 然後跟他PK 耶 我贏了就多一格 有沒有 他輸了他就退一格 假設我不按 他先找到了 那就他就贏了 那我就輸了 他就一格 有沒有 之後我們要慢慢打敗他 所以我們就是要去找 找 找不到 我們現在三比二哦 領先中 哦 四比一了 最後一格了 來啦 等你自命一級 奧德就輸了 奧德不行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容易 我們可以看一下 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都是那個耶 都是威力的追隨者 相信有看過繪本的人就知道 他在最後一頁會特別難 威力的追隨者 到處都是威力 然後你 為了要找出威力 你要找鞋子掉的那一個人 才是威力哦 鞋子沒有掉的 就不是哦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一關 最後一關 鞋子掉的才是威力哦 有沒有 他跟你說 我的鞋子掉了 請找出 缺少鞋子的人 和找出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 他就長這樣 誒 設局開始了 你有沒有看到 密密麻麻的 通通都是威力追隨者 放大一下 全部都長得一模一樣 就只差我們要找出鞋子掉的那一個人 才是真正的威力 哈哈哈 這是一款很好玩的小遊戲啊 在手機平臺上可以找到 啊 大家一起來尋找 威力 在哪裡 在你心裡啦 在哪裡 因為這一個關卡叫做 好萊塢 在好萊塢 所以你可以找這個 H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H 你可以拼起好萊塢 三個字 拼出好萊塢三個字之後呢 我們可以跳出來一下 拼出好萊塢三個字 先跳出來 拼出好萊塢三個字之後呢 下面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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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框框下面有一個 H 它現在是白的對不對 當你找出 好萊塢三個字 不是啦 好萊塢的英文不只三個字啦 把它全部找出來的時候 H就會變金色的 現在就閃亮亮的 H 好啦 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啦 這款威力在哪裡 在好萊塢這款小遊戲呢 你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啦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它在APP商店可以買得到 那 它除了有這款威力在好萊塢之外 它還有一款叫做 好像叫夢幻之旅是不是 夢幻 夢幻之旅的 一樣是威力在哪裡 夢幻之旅 同樣那一本 會本改編的 兩款都是不錯的小遊戲啦 那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下次再會 掰掰咯 喔 喔 阿